28号晚,著名艺人徐征和好友聚会,被某女记者偷拍。被徐征发现后,该女记者还继续跟车追拍。徐征在东来顺下车后,与追拍的女记者发生矛盾。徐征怒串女记者面部三角,头部和眼睛都有出血。随后女记者的同事叫了救护车。随后,徐征与对方人员去派出所做笔录。 途中徐征坐在警车上沉默不语,表情凝重。一直到29日午时左右,徐征才从派出所离开。对于徐征打女记者,瞬间传得沸沸扬扬。 今日,徐征通过微博发表了一篇长文作为回应,过程都写出来了。徐征也承认自己有些莽撞,被人偷拍的谁都接受不了。 所以网友们还是理解徐征的心情的。但不管怎么说,打人总是不对的。 不知道狗仔这种职业是怎么衍生的。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职业道德呢?对此大家怎么看?